沒了鄉民有好路要到噴射 不用傻傻子 因為沒了鄉親家隊在噴射車館店正定位設備 鄉民交下載垃圾通APP 就能知道噴射車到哪裡了 特別忙碌 我們鄉親是大 知道 親家隊的車都走到哪裡 還好 要親家隊完 他在開車的時候可以開比較慢 我媽媽趕快評評 這樣覺得很沒有面子 不過呢 我來記者知道 我們所有的隊員 為了我們的家園 都很努力在打拼 現在更棒的是說這個服務是用APP APP 讓大家倒垃圾不用等 這個就是我們給鄉民一個小確幸 只要有地匯行手機隊當使用這個服務 為方明新時間也改善環境的品質 我們路線有建立好了 那這個呢 以下是這台車 賣金賣風春 這台車 它所走的路線 跟它的輕運點 每週幾 比如說135 246 我們都有標示 清楚的標示上去 黃色的狀態的部分的話 就代表說它已經發動在行駛中 如果民眾呢 有把車輛的路線 有記下來的話 我們甚至可以 這裡有一個依車輛查詢 那我們這底下呢 都可以去做車輛的選擇 比如說我是賣金賣風春 點一下 它自己就會切換到這台車 另外 請駛隊又特別設定點收本社的服務 大叔上班很多人 為了上班中間沒有那麼多配合時間 來做本社 不如說 特別 要求請駛隊來設定點 定點就是在上下班以外的時間來做定點 過去把保護環保媽媽選擇最大事的鄉頂 現在未療養全地的經理向來的環境 也結合口氣體心情結局的貨物品質 也改善鄉民的生活環境 計較為用品 彩虹不得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